这是一场世界冠军和地下拳手的战斗 世界冠军不仅拥有顶级的拳法 身上的机甲也同样是顶级的 而他的对手却是个不入流的小别三 身上的机甲也是沸铜烂体 可经过一番较量之后 小别三的实力竟然让世界冠军冷汗直流 就在不久前 男主还是一个靠打假拳赚钱的地下拳手 当他遇到差劲的对手时 观众们就会把钱压到他身上 在战斗的时候会表现出很强劲的样子 可是在比赛结束前的最后一刻 却会露出破绽被对方一拳打倒 虽然比赛输了 却能让他赚一大包票子 可男主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打完全后他来到马路上狂飙 结果路中间竟然站着个女人 为了躲闪摔的闪电带火花 女人过来查看情况 随即递出一张名片 说打这个电话就能够拿到赔偿 可男主却不屑一顾 因为他知道这女人是冠军拳王的老板 还顺便贬低了机甲拳击比赛的韩金亮 一旁的男人听到这话不乐意了 因为他就是机甲比赛的世界冠军 男主丝毫不认所 准备跟他打上一场 可马上要动手的时候 拳王却被女人叫停了 最终还是没能打起来 可到了次日 男主正准备打假拳时 拳王竟然来到了现场 他要教训一下只不懂规矩的小叶三 现场观众兴奋不已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还能看到拳王 拳王身上的机甲是一体化的 而男主身上的机甲却是一堆破铜烂铁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就好像在说今天非得死的人在这 男主的教练赶忙上来阻止 要是被打死了就没人帮忙打假拳王 男主不仅不道歉 甚至给了他一拳 今天非得跟拳王比划两下子 很快比赛开始了 男主发起一连串的攻击 结果连碰都碰不到对方 拳王一个小小的刺拳 就把男主的脸打出刀伤 拳王不想欺负人 决定只用左手跟他打 男主觉得他自信过头 开展了更加猛烈的攻势 可不仅打不到他 甚至还招架不住 瞅准时机把他的手打向上方 拳王露出巨大的破绽 正要乘胜追击 结果拳王竟然反手往下打了一拳 这灵活多变的拳法 是他从没见识过的 立马将他打倒在地 可没过一回 男主又挣扎着爬了起来 教练叫他别起来 再打就真的出人命 可男主就是谁也不服 比赛继续进行 男主巧妙地躲掉勾血 趁机往他脸上挥去重拳 拳王虽然没被打中 可他却被逼用出了另外一只手 男主让他赶紧别装了 用双手拿出真本是吧 拳王丢了面子 这下可就真的不放手了 男主被杀气震撼到 但却变得愈发兴奋 他兴奋地想证明自己的实力 迅速靠近发起重拳 本以为看透了拳王的手法 结果人家一个变换 转瞬之间把男主KO了 这一下直接打成重伤 十秒倒计时开始 教练劝他别再起来了 男主可不想听拳 可伴随着一股浓厚的睡意 不听劝也得听劝了 拳王用双手轻松赢下了比赛 正要离开的时候 男主竟然又站起来降嘴了 认为拳王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竟然没把他杀死 拳王来说 拳王的搭理他 并说如果真的要打 那就来机甲拳击大赛上打吧 随后便离开了 过了一周教练正要给他安排甲拳的时候 男主却不愿意 他早就受够了这种生活 想要去打机甲拳击大赛 便却安之洪湖之至 教练说那是你这辈子都不用想的东西 随后又一如既往地给他安排打甲拳 可男主一个血腥男儿 并不是想拿捏就能拿捏的 甲拳比赛很快开始了 可这次他并没有佩戴耳机 教练在后面喊话也全荡耳旁风 比赛正式开始 男主竟直朝对方走去 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一拳把人抬了 他这是向教练证明自己不打甲拳的决心 可教练却不愉快了 因为讨债的人立马找上门了 黑社会带他来到厨房 让教练喝刚熬好的高汤 并且说如果你的钱还不少 那拿你来熬汤也不是不行 教练吓得连忙求饶 让他宽限几天时间 可黑社会哪管这些 就想要把教练剩下的一个眼睛挖了 千军一发之际 教练想到了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让男主参加机甲拳击大赛 如果能在三个月内拿到冠军 就能够还清所有的债务 黑社会知道男主实力很强 所以答应了下来 晚些时候 教练就跟他说了这件事 三个月内拿到冠军 就能够彻底摆脱债务了 赶紧就好了 我已经败了 我已经败了 我一定会败了